新一集 新一集 欢迎来到新一集姐姐说 温村生活的观众朋友应该会还蛮有兴趣很想要知道 童子军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Sculpting Group 然后我们请到Scouter Stephen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Hello Stephen 您可以告诉我们Sculpting Sculpting 其实我们在做很多的内地和外地活动 例如旅行 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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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的活动 孩子们喜欢做和玩乐一起做 这是我们的23年 所以我们有五集 我们有五集 我们有Beavers Cups Sculpt Venturer Wovar Exactly 所以开始在5年 您可以加入Sculpting 女生 女生 或者年轻人 您也欢迎参加我们 作为Leaders 我的儿子是在Cup 他做很多事情我们不常常做的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并不直接带他去Dragon Boating 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父母可以加入 是的 如果你加入 你也会学习很多 你能够学习的时间 学习 一起学习 这是一个社会的事情 非常有趣 我觉得我可以加入7-9 不是5-7 好 我们现在现场有两位 可爱的童子军姐姐跟哥哥 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嗨,我的名字是Moon 我现在在12年 我已经参加33年轻人 从13年轻人 哇 我是Adrien 我现在在11年轻人 我已经在9年轻人 真的学习了很多 这种效率 所以就去一次 有关系人 所以我想学习 组织 像这种功能 我喜欢 因为它 allowed 我会开始养开 我们学习 一部分的温度 一部分温度 今天很開心可以多認識一點有關童子軍的知識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們溫村生活電影院 記得要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也要在下面留言你有沒有當過童子軍啊 你會不會打到溫子軍誰 下次見囉 Bye